22年前的一场意外让他的双手只剩下一根大拇指 如今他用唯一的一根拇指作画 所画作品在重庆残疾人艺术圈小有名气 9月17日 重庆残疾画家张启辉在他的画室 向记者展示他的拇指画作品 张启辉的画室不大 只有三四个平方 说是画室 其实是他家阳台隔离出来的一个单独房间 张启辉没有左手 右手也只剩下一根大拇指 指尖他用大拇指当画笔 蘸上墨汁和颜料 指尖在宣纸上飞舞 不到十分钟 一副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图就跃然于纸上 那个我是从小受父辈的影响 然后我叔叔二叔 他们以前年轻的时候都喜欢发画 然后从那个时候 从小的时候都已经兜去了我的兴趣 然后在上学的时候 然后有时候也喜欢画 然后在班上面 也算是画得很好的 18岁时 张启辉跟随亲友去上海一家印刷厂打工 一次意外事故 让他失去了左手和右手的四根手指 在和伤痛抗争一年多之后 张启辉顽强地恢复过来 回到重庆老家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结识了重庆知名口族画家黄国富 在黄国富的帮助和鼓励下 自幼喜欢美术的张启辉拿起画笔 苦练中国画 并在残疾人艺术圈收获了大家的肯定和认可 发生事故过后 然后当时因为人比较烦恼 那个时候就是靠画画来忘记自己的那个内心的一些烦恼 然后就是以此为一个业余爱好 确实通过我学习画画过后 确实跟我的生活也带来了一些变化 也是我生活人生当中的一大转折 近段时间张启辉正在努力学习画重庆吊脚楼 在张启辉看来 吊脚楼是重庆的地方特色 然而经过时间的演变 那些充满重庆特色的吊脚楼正在被高楼大厦取代 已经越来越少 于是张启辉开始握起手中的画笔 让消失在人们生活中的吊脚楼还原到纸上 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画画那个东西 他就是靠气韵 所以说我这个手指就靠一个手指确实很难达到 然后我再想再艰苦再艰难 然后我想付出他们常人的很多倍的努力 我希望通过我这一个手指头 能够达到我想要的期望值 张启辉说 命运似乎给他开了一个玩笑 虽然让他失去了佛手和右手的四根手指 但给他留下了一根灵动的大拇指 让他可以依靠这根拇指来画画 张启辉表示 虽然身体上有残疾 但他从不悲观 他对未来充满希望 希望有一间真正的画室 希望将来在专业美术馆办一场个人画展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